孔明他派魏賢和馬袋 帶兵渡過衛水去進攻北原 他又命令吳班 吳耳帶兵坐木牌去放火燒浮橋 命令王平 張耳率領前隊 姜惟馬忠率領中隊 廖化張逸率領後隊 兵分三路去進攻衛水的漢營 當日的中午 屬軍人馬出發 全部渡過衛水 列城陣勢 慢慢的前進 現在先說魏賢和馬袋 當他們將近來到北原的時候 天色已經很晚了 孫禮一發現屬兵來到了 就放棄刑債走了 咦 魏賢見到這樣就知道人家有準備了 急急想退兵 怎知道四周圍突然間喊殺連天 左右司馬爾又有國懷兩路兵衝殺過來 魏賢和馬袋就奮力衝殺出去 但是屬兵呢 很多都掉落水了 情況十分危急 幸好吳義的軍隊殺到來 救了這班大兵 翻過對岸頂住 吳斌就分了一半兵 撐木牌純粹下去燒浮橋 怎知道被張虎和岳林 在岸上用箭 猛地射住 結果吳斌中了箭 跌落水死了 其餘那些兵士幸好會游水 吞吞聲跳水逃命 那些木牌就陷爛被魏兵搶了去 這時候黃平和張怡都不知道攻打北原的屬兵已經失敗 他們就按照計劃一直撲到魏軍營寨 當時大概是晚上二間左右 只聽見四圍都響起立喊聲 黃平和張怡就說了 我們的人馬進攻北原 未知勝負 衛南的魏盈就在眼前了 為什麼一個魏兵都不見的呢 莫非司馬爾知道了 如先有了準備 我們還是看見浮橋那邊起火才好進兵 那兩個人就全令下去 停止前進等下先 過了一陣 在後面有個布馬飛跑來都說 城商有令 請將軍趕快退兵 北原和浮橋都輸了 哈 黃平張怡大氣一驚 急急退兵呢 怎知道又被那些魏兵抄到背後 滾 一聲炮響 一起殺過來 殺時間火光衝天 黃平張怡就指揮人馬 迎上去混戰一場 結果就不夠打 衝了出來就損失了大半人馬 孔明就回到大本營 殘兵敗將就陸陸續續回來了 這一仗 大概損失了萬多人馬 唉 孔明的心真是霧了 過了兩天 秘衣又成都來見孔明 對了 孔明就請他入到中軍帳 孔明說 我有一封信 只是想麻煩秘公你送去東吳 不知肯不肯去呢 成相有命下官怎敢推辭呀 這樣好極了 那就勞煩秘公走一趟 孔明立即寫好一封信交給秘衣送去 秘衣一路去到建業城 見到吳主孫權就呈上孔明的信 孫權打開一看 封信的大意就是這樣的 現在已經統出大軍 駐紮在旗山 希望陛下遵守盟約 起兵北征 共取中原 平昏天下 孫權看完信非常高興 他們秘衣說了 朕想興兵很久的了 就是未能夠跟孔明會合 今天既然有信來了 朕決定立即親自出征 入居巢門去奪取魏國新城 我再命令陸信 朱葛錦 在江下免口駐兵 奪取襄陽 命令孫兆張誠 由廣陵出兵 去奪取淮陽等地 那三路一起進兵 總共三十萬大軍 定期興師 多謝陛下 多謝陛下 如果是這樣 中原不用多久就可以攻破了 秘衣再三拜謝了 孫權吩咐擺酒 現請秘衣 在飲宴的時候 孫權問 現在丞相在軍隊樹 是用誰來當先破敵 是以魏賢為首 哦 哈哈哈哈 此人用則有餘 不過心術不正 如果有朝一日 孔明不在了 他實會作亂的 難道孔明看不到嗎 陛下的說話極之正確 神回去之後 必定將陛下的說話轉告孔明 宴會完了 秘衣辭別孫權 就起程回去旗山 他回到去 見到孔明 就長長細細地向孔明報告 說孫權準備出動大軍三十晚 要瑜伽親征 並奮三路進攻魏國 孔明很高興 又問他孫權還有什麼說話說 秘衣就將孫權對魏賢的看法 說給孔明聽 孔明就說了 啊 孫權 真是位聰明的君主啊 我對這個人 我不是看不到 我只是看著他勇敢難得 故此就用他而已 請問他 呈相啊 你還是早點將他處理為宜 我有辦法的了 那好 下官告辭 秘衣辭別孔明就回去成都了 有一天 孔明正在跟重將軍商量作戰的計劃 守門官就來報告說 有個魏國將軍來投降 孔明就叫他進來問一下 那個人說了 小將乃是魏國天章軍鄭文 最近 和秦朗一起帶領軍隊 聽候司馬爾的調遣 誰知道司馬爾此人非常偏心 為了私人交情 竟然升秦朗做前章軍 而對小將我呢 簡直都不放在眼內 因此小將我心就憤憤不平 得以前來投降丞相 敬請乘相准如陸用 鄭文說話未完 兵士黎報告說 秦朗帶了支軍隊在營宅外面 單單要向鄭文挑戰 孔明就問鄭文 此人的武藝比起你來 怎麼呢 城上 等小將立刻去砍 好極了 你如果先殺了秦朗 我這樣就不會懷疑你了 鄭文很高興地提刀上馬 出營去跟秦朗交鋒 孔明也會親自出營去觀戰 兩陣對沿 只見秦朗挺起長槍 就破口大罵 鄭文反賊 你偷了我的箭馬 扣看敵人 你快快還給我 鬧了幾句 就挺槍殺過來 鄭文拍馬 武刀迎上去 僅僅打了一個回合 就將秦朗一刀斬死 魏君當然昏昏逃跑頂了 鄭文得性就收兵回應 提著秦朗的首級去見孔明了 誰知孔明一見到他 立即變了面色 喝刀苦手 拉鄭文出去斬首 鄭文就大叫 小張無罪呀 小張無罪呀 我認得秦朗 你仙頭斬的 不是秦朗 你這麼大膽騙我 小張該死 小張該死 那個人 實在是秦朗的弟弟秦明 司馬爾叫你來炸行 想雷應外合 那我就想得好了 那怎麼瞞得過我呢 你如果不老實說 我立即就殺了你 承上開恩 承上開恩 小張實在是奉命來炸行的 承上千萬不要殺我 好了 你既然想生 你就寫一封信給司馬爾 叫他來劫刑 你寫了我就不殺你 如果逐到司馬爾 就算是你的功勞 我還要重用你 鄭文就唯有按照孔明的意思 寫了封信 就孔明看過了 對了 就叫人將鄭文監禁起來 左右的人問 城上 你怎麼會穿此人炸行的呢 士馬爾不會隨便任用人的 如果用得秦朗做前將軍 必定是武藝高強 但是先頭呢 跟鄭文打了不過一個回合 就被鄭文殺了 那麼此人實不是秦朗了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炸行了 是呀 大家都很佩服呀 跟著孔明就挑選了一個會講說話 又有膽量的軍事 細細聲的吩咐他 如此如此 然後呢 就派他去魏军營寨 送信給司馬爾 司馬爾看完鄭文封信 就問送信的軍事了 你是什麼人呀 小人是中原人 流落在西屬的 鄭文和小人是同鄉 現在孔明因為鄭文有功 用了他做先鋒 鄭文是託小人來送信 若定在明天晚上 以舉火為好 希望都督出動大賓去劫宅 到時 鄭文會在營內接應的了 嗯 這樣是不是 司馬爾反反覆覆地盤問你的軍事 又將封信仔細地看了好幾次 是真的 就叫人拿走菜來款待的軍事 吩咐他 當日二更為奇 我親自來劫宅 事情如果成功了 我必定重用你 多謝都督 軍事辭別了司馬爾就回到本寨 將送信的經過報告給孔明知 孔明知道司馬爾中計了 就手抓保檢 腳踏七星 向天討告 施行一番法術 然後又叫黃平和張兒禮 吩咐他們 如此如此 又叫馬忠和馬代禮 吩咐他們 如此如此 最後又叫魏賢禮 吩咐他 如此如此 部署好了 孔明帶著幾十人 上去一座高高的山江 坐著在那裡指揮軍隊 現在說一下司馬爾 他收到鄭文封信之後 他真的要帶著司馬斯 司馬超率領大軍去劫宅 司馬斯就勸他 父親 你為什麼只是憑著封信 就要親自深入重地 如果有什麼危險 怎麼辦 不如派另外一位將官去 父親你做後應就行了 有道理 司馬爾聽過兒子的 就派秦朗帶一萬兵去劫宿軍營寨 自己就帶兵接應 到了第二天晚上 初更時分 風清月朗 唉 這麼好天氣 油可就對 劫宅就不妥的 哈哈 誰知道到了二更那麼上下 發言間陰雲四盒 滿天黑氣 對面都不見人 哎呀得發啦 司馬爾又好歡喜地說 天功助我成功啦 於是就人含妹 馬力口 長驅直進 秦朗一馬當仙 帶著一萬人馬 直殺入屬軍營寨 咦 人影都沒有過的 秦朗知道中計了 連亡下令退兵 但是煞時間 四面火把齊鳴 我可殺啊 這樣就左右黃瓶 張怡 又有馬代馬中 兩路兵馬殺來了 秦朗就拼命這麼打 都衝不出去 好了 司馬爾在後面來 隔遠就望見 屬軍營寨 火光沖天 呵呵聲地喋喊 又不知道自己的人馬 贏定輸 日美吹速 走快點 走快點去接應 走走走 突然 咳嗽聲吶喊 勁勁逛逛 火炮烏魚過來 魏賢和姜惟一左一右 分兩路殺出 打到魏兵大敗 死傷無數 見路就隻 這個時候 秦朗那一萬兵 全部被屬軍圍住 那些戰能亂射過去 直至秦朗就死於亂軍之中 司馬爾大敗一場 帶著殘兵敗 敗出去 扔回去營寨 三監過後 又好天了 孔明在山上 吩咐打裸收兵 咦 咦 怎麼這麼奇的 天是一時壞一時好的 原來 現在那時候 烏雲密布 是孔明用法術變的 現在打完仗了 受兵了 孔明又驅使 在六丁六甲去掃乾淨那些烏雲 孔明得勝回應 就下令殺了鄭敏 又跟大家商量去奪取惠南的計策 那麼在這段期間 孔明每日都派兵去挑戰 那些藝軍呢 硬是不出來打 那看來司馬爾下了決心 就是要拖回屬軍 有個天 孔明是坐著一輛四輪車 來到奇山前面 與及遺水東西觀察地形 他走到一個山谷 山谷的形狀 是十多個葫蘆 山谷裡頭 可以容納得成千多人 另外兩座山又圍著一個谷 大概可以容納得四五百人左右 後面兩山環埔 谷口極之窄 只能夠一個人騎馬通過 孔明看了個心很高興 就問個響道官說 這樹叫做什麼地名啊 品高城上 這樹叫做上方谷 又叫做狐狸谷 孔明看完地影 翻到中軍將 叫了兩個排長來 一個叫做杜蕊 一個叫做狐忠 交了個秘密命令過他們 又下令召集徐軍的工匠一千多人 將他們帶到狐狸谷裡邊 安迎住下來 在這裡製造木牛流馬 準備應用 又命令馬袋 率領五百名兵士守住谷口 孔明吩咐馬袋說 所有的工匠都不准他們離開山谷 外人也一個都不准進去 我會不時地來視察的 竹斯馬爾的計策 就在此一舉 此不可走漏消息 證明 馬袋接受了命令就去 杜蕊和湖中兩個呢 就在湖路谷裡邊 監督工匠 依照規定的方法來施工 孔明是天天都親自來視察指點的 過了一段時候 有一天 掌使楊兒來稟告孔明說 成相啊 現在我們的軍糧都在劍國來 人夫牛馬搬運不變 那怎算好呢 孔明說了 哈哈哈哈 我已經籌劃了很久了 以前所積存的木料 以及在西村買下的大木頭 現在我又叫人用來製造木牛流馬 這些木牛流馬呢 搬運糧食是極之便利 最好的就是這些牛馬 都不用喝水 也不用吃東西 可以日夜不停地搬運的 大家聽到都非常驚奇 覺得古往今來 不是說見過啊 連聽都沒聽過啊 人人都問孔明 究竟那些木牛流馬是怎樣做的 孔明就告訴大家 現在正在做著 還未能做好 大日就有得看了 現在我畫個圖樣 開個尺寸給大家看一下 孔明就畫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看了 沒有個不拜服啊 都說成相真是個神仙來的 好 過了幾天 木牛流馬都做好了 哇 直接好像真的一樣 上山下嶺 極之方便 三軍將士 見到人人都歡喜到跳起來 孔明 孔明是命令右將軍高長 帶一千兵 駕駛著木牛流馬 由劍國直到旗山大本營 來來往往地搬運良草 供給熟兵 嘿 妥了 現在說說司馬爾 這一輪呢 他正在憂愁著 這一日 他得到報告說 熟兵用木牛流馬來搬運良草 人又不辛苦 那些牛馬還不用吃東西的 哎 他真是仇上加仇了 他說 我之所以堅守不出 就是為了他們的良草 接濟不上 想等他們自己亂起上來 現在孔明用你這個辦法 就是個九軟之計 不會退兵的了 可是這什麼 怎麼算好呢 司馬爾拯皺眉頭想了一輪 然後就叫張虎和鱷今來了 吩咐他們說 你兩個每人帶五百兵 由椰谷小路炒出去 等熟兵驅木牛流馬過了 等他們過盡之後 就一起殺出去搶 不用搶那麼多 抢到三五匹就回来了 两个接受了命令 每人就带着五百兵 扮成熟兵这样 趁着夜晚黑 偷偷地和小路行 就埋伏在山谷里面 翌日 果然见到高长带兵 赶着木牛流马来了 上下过了的时候 将府岳林 指挥人马 一起杀出来 熟兵毫无防备 就赖下几匹木牛流马 走了 将府岳林很高兴 叫兵仔赶上几匹木牛流马 回迎去见司马尔 司马尔一看 果然会行会走 真的这样 欢喜到他不得了 他说 你会用事 我都会用 哈哈哈哈 就召集了百多名 考手的工匹来 当堂将木牛流马 拆开 量好尺寸 长短厚薄 然后就叫板煮碗 照样做 那就不用半个月 做了二千几只 哈哈 那是使得 和孔明做的一样会行会走 于是司马尔就命令震远将军 岑威 但一千兵 驾驶木牛流马 去龙西搬问梁草 成功 艺军的将士 人人高兴 现在再说一下高长 他就回去见到孔明 就说遇到艺军的伏兵 被他们抢了五六匹 木牛流马去了 孔明就说了 我正是想他抢了 大家看着来 我浪费了几只木牛流马 但是不用多久 就会得到很多粮食回来的了 大家都问 成相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司马尔抢了我的木牛流马回去 实会仿效我的赤串和方法来做的 到其时 我又有计策 过了好几日 探子来报告说 艺军也做了一大批木牛流马 去龙西搬问梁草 孔明高兴 他说 不出我的所料 孔明立刻叫黄平来吩咐 他说 你带一千人 扮作艺军 留夜偷过北远 勿认做巡良军 一直去到混粮的地方 将护梁的艺兵杀散 然后就赶那些木牛流马回来 你要直过北远 那时候必定有艺兵来追的 那么你们呢 就将木牛流马口里面那条犁扭转它 牛马就行不动的了 你们就扔下牛马退走 那些艺兵追到来 他们一定搞不定那些牛马的 此番拉就拉不动 抬又抬不起的嘛 到时我会派兵来的了 那么你们呢就翻转头 把牛马条里扭回井 那些牛马这样就会走的了 你们就赶上那些牛马回来 那些艺兵看到实是疑神疑鬼的 你们去吧 黄平接受了命令就带兵去 孔明接着又叫张仪来吩咐他说 你带五百人都扮成六丁六甲神兵那样 都是鬼头瘦身用五彩颜色画画面 总之化妆成各种各样怪异的样子就是了 你们一只手握手棋 一只手握宝剑 身都背着狐狸 里面装着火药 在山边埋伏好 等木牛流马过的时候 就点着烟火一起涌出来 赶着那些木牛流马走 那些艺兵看到 必定会以为是鬼神 就不敢来追的了 张仪接受了命令 带兵去了 孔明又叫魏妍和姜维黎 吩咐他们说 你两位带一万兵 去北沿寨口接应木牛流马 准备交战 孔明又命令廖化张役 带五千兵去撤断司马尔的来路 命令马中马代 带二千兵去蔚南挑战 六个将军各人都遵照命令出发 现在说的艺将岑威 他就奉命带着一千兵 赶着一对木牛流马 就装满粮食 由龙西回来 一路走走下 忽然有报告说 前面有一对人马 秦梁 岑威再派人去探听清楚 果然是魏兵 就放心前进了 遇到秦梁军就合在一起走 突然之间 队五里头哭杀连天 大声叫 属军大将黄平在书 魏兵措手不及 被属兵杀死了成大本 岑威还想死顶 被黄平一刀斩了 其余的魏兵就散了 黄平是指挥兵士 赶着木牛流马回来 好了 那头的败兵 飞兵去到北原的魏军刑寨报告 郭槐一听 军粮被劫不了 急忙带兵来救 黄平是叫那些兵 将牛马条例扭转他 然后扔在路上 扯箭扯走 郭槐追回牛马就满意了 叫不好追熟兵了 赶着牛马回去 怎么赶着动呢 他们不懂这个机关 郭槐就没收 又不知为什么 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 突然间古国圈天 纳喊四起 原来是魏燕 姜伟两路兵杀来 同时黄平又带兵杀回来 三路夹攻 杀到郭槐大败而走 黄平就叫那些兵线扭回 正牛马那条舌 赶着牛马走 郭槐远远望见 豈有此理 我赶就不走 你赶就走 只说想回兵再去追 只见山后 烟雲凸起 有对神兵涌出来 一个个手执奇剑 古灵精怪 触拥着木牛牛马 一阵风都走了 郭槐就吓得惊 他说 实是有些鬼神帮他 那些艺军见到 迷驱 个个都吓得失敏 不敢追了 那斯马尔他听闻 北渊打败了仗 急急亲自带兵来救 走到半路 咔 一声炮响 两路兵马在那些 险要地方冲杀出来 军旗上面 大个字写着 汉将将亦了法 哇 不得了 斯马尔见到 大吃一惊 那些艺兵 放得各自逃生 斯马尔被张亦和廖化 杀到大败 匹马丹枪 又向着一座树林逃跑 张亦这个时候 又要收住后军 廖化快马加边 追着斯马尔 近了 就来追到了 追到了 斯马尔好慌 他在大树旁边 转来转去 要闪开廖化 廖化作一刀 又一刀 猛地砍过去 随之一下就砍歪了 一刀就砍在树上 吃实把刀 廖化出来的砍 咬了几下 才砍了一刀 斯马尔趁这个机会 已经跌了出树林了 廖化跟着追出去 都不知 都不知跌到哪里了 一瞥眼 在树林的东边 咦 什么闪闪亮的呢 走过去看一瞎 原来是一顶金头盔 是斯马尔跌就行了 廖化执起了个金盔 绑上个马鞍鼠 咬了一只马 向着东边猛追过去 廖化上当了 原来斯马尔 特意将金头盔 踢在树林的东边 而自己呢 就向西边逃跑了 廖化追了一轮 就毫无忠绩 一路跑到山谷出口 如见姜伟 就一起回营了 章仪早就将 绞获回来的 艺军木牛流马 赶回来营寨 点交清楚 哇 好东西 总共得到 万几石粮食 廖化回来 向孔明献上金盔 孔明记了他一个头功 毅然的心 就好不高兴 一味口出怨言 但是孔明 就诈作无听见 孔明 是忍得住的